那我想跟你請教一下這個趙天林這個國外籍的相關問題 怎麼看說因為他退選全都是您給他壓力 那麼另外呢邱宇也爆料說這個女生有統戰的背景 那麼是不是黨內有一些聲音說希望開除趙天林 另外這個趙天林有呼籲說的嘛我們就要接受調查 那大陸同意嗎 那因為說到周恩差還有趙天林的這個事件影響 認明了女性的這個呃支持度掉了8% 另外那候選趙天林那一區會不會是有黃捷的IT 昨天我在中常會裡面與眾欣賞跟全體中常委 還有所有黨員共同勉勵 我們一定要不忘初衷 因為民進黨是在戒嚴時期 由黨內的民主運動的前輩創立而來 這個過程是背景艱辛 我們一定要記得民進黨青年勤政愛鄉土的創黨精神 那第二個我也勉勵啊 我們一定要莫忘責任也 莫忘人民給我們的期待 因為民進黨從在野到執政 又從執政到執政 然後又再也到執政 我們透過選舉得到人民的支持來服公職 我們除了要在崗位上認真努力以外 我們也絕對不可以不遵守法律的制度 我們一定要克遵法律的制度 同時呢我們的言行也不可預舉失序 那第三個如果公職人員 言行上面有不符合社會的期待或預舉的話 那我們一定言明黨紀啦 即便是立委候選人 現任的立委 地方的實力在強 我們都不會為了一席立委 或者是為了立委過半 犧牲民進黨的原則 這個是我們堅持的信念